那陈老师就说啊 说他有一种孝 他见到贵客来 他说有个动作叫缩伯 缩井是所有 缩井是所有动物 比别人低一级的身份表达的一个行为 所以不是我怂 不是你怂 就只能说明我是动物 对吧 对 一个动物最基本的动作 我真的就很烦啊 这个是已经画在你的细胞里了 画在你的细胞里 所以你所有的小时候是逃脱不了了 一不服气呢 家人说你怎么还耿着脖子 就跟你说你耿着脖子 你就是表明不服气 不服气 你小孩 这就要争斗了 只要一耿着脖子 这事就要争斗 所以他说缩井呢 就是表示我不跟你斗 不跟你斗 你说这多难 就让一个人很明确的自己 要去做低姿态 然后让观众俯视他 这件事是多难的一件事 这件事要训练的 你觉得你拍的很多幕后的东西 这训练他有什么绝招吗 我觉得就是陈老师 因为我们拍到了陈老师的一个 就是一个真正的线下的一个金牌喜剧班 就真的学员来上了一个课 就不是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那种 然后那个训练 所有的孩子 你那意思电视里那种是多少有点假 电视是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就是我们是拍到就是从选学员开始 就是来的这些人都是全国各地的 就是想当喜剧演员的孩子 就是各种身份的 有修电梯的 有当工人的 有外卖小哥哥 就什么都有 就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梦 叫我要当一个喜剧演员 然后就报这个班 然后来参与一个两个半月左右的训练 才会寻到这条线来的 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可教 到底是不是 我们也在摸索 可学 他就是说啊 这个中国话剧 不是最早 马燕您知道吗 这个春柳社 那算是个起源 那当时是一些人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 然后他就说呢 就是类似于这个最早的参军戏 到后来就是原杂剧 他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喜剧的传统 对 如果这个喜剧的这个传统代代相传 那么他当年跟朱世茂 对 是自己升着吗 我觉得他解答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现在老提这个文脉 文脉的好处是什么 这意思至少省了好多 瞎耽误功夫 对 真的是这样 你看 你知道了参军戏的这种 这种古典的形式 那么你就知道 你现在做的实际上是重复了 你和一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前的文明就相通了 就等于搞笑的这一套 对 唐颂早都有 唐颂之前就有 没人去仔仔细细的研究它 像他这种喜剧作品呢 它是一个连贯行为 对 你瞬间定格看不出来 但是你偶尔能看出来 你比如那个东汉时期的那个说唱永 他满脸都是那种喜剧因素 包括动作 包括说书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你没法记录下来 你只能记录一个瞬间 那文字记录又非常有限度 因为我们的这个 中国过去的这个文学 文学形式中首推诗歌 你从诗经开始 这个汉复啊 篇文啊 一直到唐诗诵词 他这都是站在社会的最高层的 小说在唐代地位非常低的 就是下里巴人的 但是这一部分东西最能传达市井文化 我们的文化中呢 是其实到宋代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统 就是他的文化在宋代的时候是分支的 上有上的文化 下有下的文化 你比如陶瓷吧 上一层的审美 都是那个鲁文歌金定 都单色的 下一层都是词终谣化的 花了胡哨的 所以他两层审美 特别符合社会的生存状态 今天这个 这春晚是全国人民 从上到下全在看 所以他就很难 因为你喜剧 喜剧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要求接受方的文化基本对等 要不然他不理解你 你表达的是什么 你比如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看很多喜剧片 或者喜剧段 我看着不可笑 是因为我跟他那文化不对等 对吧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尤其我去电视院 偶尔去看个什么喜剧片 他笑的前仰后合 我实在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是不是他不成啊 我现在说是我不成 我先降下来 我不成 我这跟不上时代的这个 就所谓的他现时代的文脉 所以你就不能理解他 任导师您这观察 这些年啊 您算是比我们还年轻着了 年轻多了 你觉不觉得让人乐的事儿 就是说这个笑点啊 在变化 变化 比如说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能都乐他 今天不也是 我看这网上竟说嘛 说那些老导演们 你们当年的这些梗啊 这些段子啊 不讨喜了 就是今天人不 那么今天人乐什么呢 您有观察吗 我觉得今天人乐什么 就是看是谁在乐 是大多数的这个年龄段在乐 还是这个年龄段在乐 就是我觉得笑点是不一样的 你能举例说明吗 比如说我我曾经就是跟一个人吃饭啊 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 就不说这这公司的名字了啊 就老出产高收视率的高票房的这个喜剧片 他呢席间呢 他就很得意的制片人 很得意的说了一个话 他说谁谁谁谁谁 现在那片子过去的喜剧导演啊 电影导演都不行了 因为他不坐地铁了 他不坐地铁了 他不他打车 他有自己的专车 他不坐地铁了 他不坐地铁 不供房 没有这些生活压力 他就这笑点就没法打大众了 所以他这个喜剧就不行了 他说我最得意的就是 我这帮编剧 全都是每天坐地铁 打卡上班的小孩 所以他们写出来那个剧 就是最大多数人会笑的东西 而且现在是不是让人笑的东西多了 你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 这个社交媒体 一个图片 一个小视频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也跟最大多数有关 就是过去做视频的人都得是我们这种受过专业训练 拿着专业设备 很昂贵的设备 搞非常复杂的编辑 选题 写几书词 华丽 弄这个 现在不是 开机 寄素材 拿起来就是素材 所以生活里所有的东西 它没有心理障碍 来自于民间 这个东西 我一看短视频 我就是四个字心里 叫自亏不如 真弄不出来 就是真好 就这短视频啊 是 我不diss这短视频 我不觉得它特别low 真好 就是它拿到的那个细节 是我拿不到的 我看不见 您也自亏不如吗 就民间的力量 民间 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是从这个事物的根本去研究它 我的看就是视角就要变 对 就是它的原理是不变的 我明白 它的原理是不变的 我明白 只是具体的素材变 就是你一来看的是你身上的病 你知道吗 它 这个 我觉得这有意思啊 这节目啊 做这谈话节目 这节目之所以好看 是因为没有本子 我捞到这节目的本子 就俩字 叫笑点 然后我就藏着这俩字就来了 我们省事 省事啊 他们这编导是天下最省事的 这标题就俩字啊 内容也了 变了笑点 那我就想这笑点 笑点是不断的变化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事 你看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 首推是小品 因为小品当时是万众瞩目看一台节目里的最重要的亮点 那你肯定影响力大 对不对 那时候几乎出满一过就无人不谈 那么无人不去模仿说这个笑点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电视剧 电视剧就是喜剧 色彩最重的从我爱我家开始 那是经典 对吧 现在有时候我偶尔碰见还去看两件 还是觉得很能心领神会 但是现在年轻人呢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感觉啊 你看这个 早年做的像我原来做的编辑部的故事啊 海马歌舞厅都属于这类的 都是找笑点 那生活中呢 那时候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所有的编剧 实际上都是融入社会的这帮人 平时在地铁里跟你没有两样 只不过回家跟你有点区别 你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那趴在案头上写字 就这点区别 那么当你的导演啊 导演这个成大名以后 你必然是跟这个社会拉开距离了 你就不知道了 他们好处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是在剧场 剧场是最残酷的 天天现场告诉你好与不好 哪不好 他同样一个包袱啊 早半秒钟就歇了 他们太知道在哪歇了 所以他每次出了问题的时候呢 他都知道那个问题在哪 下一次就要有意识控制 您说到这儿 就引出咱们人道拍这个片子 有一个片段 我觉得很有意思 要不说您会拍吗 拍到的是我们观众见不到的 就是这个陈老师上台前的一幕 咱们可以看看 上台前 亮相之前 这是后台 就挂钱嘛 谢谢您台去 咱们台上四号 您讲呀 确实 我有一个感觉 实际我也有一套科 我不像您 您是真有自己这个绝活 我自己就觉得要上台啊 那真是无依无靠 不可知的情况太多了 所以很多艺人 就是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科 我也不算佛教徒啊 但是我真抓了下 我就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你这实际是一种无依无靠的 就是你这家一出去 你忘了词 这玩意就是你完全都不都不可以预控的 那蹦那两下是挑大神 不是不是 那是活动活动活动 有时候要脚啊 就是只有把那个脚啊 弹一弹啊 整个身体 他那个情绪会会更饱满一些 每一场演了几百场 每一场还是都这么 我信就就就要做 您您能理解这种 我能理解 因为我也上过台 您念什么 不是上台是一个特残酷的事 就是尤其突发现象 我有两次突发现象印象深刻 一次呢是 其实那事跟我没啥关系 就是说那编导来了说 你的任务特简单 上来这一诗字走到这 然后朗诵两句诗下场 然后那诗呢还是个新诗 我这诗不太顺口 能改呢 你说不能改 这是定诗 我就先背下来 其实也没就十来个字 然后我是第一个上场 是吧 说大灯全亮了 十拍开始 不就是演出啊 我一出去 他多一事 他提前没跟我说 他喷那冷气 就喷雾 哗一喷 干冰 我找不着那诗字了 那诗字上哪找去 我往外走出来的时候呢 在底下全是腾晕架雾的 那诗字就根本就看不见了 然后他告诉我别走错了 机位就定的是这 那时候我就恨不得扒了开 找哪个字在哪 找那诗字 有时候就多少有点慌 但是没有办法嘛 就往前走 我就大概估计的是这个位置 我只好就站在那了 然后就把那个弄完下下去了 他们说走得很准 其实那是懵的 下台才知道 应该是一次 还有一次呢 是这个中文台的 你们那个节目 在清华大学那礼堂 那是五四 不是 清明节目 清明节目 每个人要上去 去说一段嘛 那时候那编导 就实在坑人 就他不跟你说这顺序 然后到那以后 一开始大家还高兴 都收拾打招呼 干什么都完了 然后哗上去 开始了开始了 哗上去 我们就做的那个 礼堂的前排都做好了 刚一做好 那主持人就开始包幕了 那个编导一拍 我说马老师你第一个上 我当时还在想 前面上人 人家说什么 我这个才决定我说 因为我上去都是没搞的 可我第一个 把我拍上去的时候 我就 我上去的时候呢 就脑袋一片空白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开始说 但我还是有点经验 我说这时候呢 因为我看过一些 就是比如演讲 你怎么克制你心慌的这种事 你跟台下先用眼神 沟通一下就好 我这眼神 刚想往台下看那学生 夸俩打探灯 全打脸 你看不见他们 啥也看不见 对 就茫然对着这个空间去说话 然后但是我很迅速 就进入一个状态 三分钟以后 我就听见底下人在哭 就能听见哭声了 就是你应该说的是 那种回忆的节目 那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 表达自己 就是真诚的表达 不要再想别的了 不能有杂志 这是我两次上台 剩下的我都不太怕 出什么事都没大事 称死了是忘词了 忘词说别的 这跟您的经验能吻合吗 他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演员 他就是陈导 我都怪你叫陈导 陈导觉得观众 是需要殉导的 我觉得您用这词 就是说喜剧观众 当然 什么叫殉导 所有动物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被殉导出来的 不光人类啊 所有的动物 所有生物 所有的生物 你看那向日葵 太阳 都是被殉导的 那你怎么殉导 我就我笑了呢 你能看进去 然后呢 你相信了这个人物 然后他的那种犯的错误 就变成了你的优越感 这个把条件都给了你 然后让他用一个 在一个特别巧妙的 就是或者说 就是绝对准确的技术 这个节奏里 韵律里 你就会笑 即使我给了你一个好的故事 好的情节 你也有优越感了 但是这个节奏韵律要是不对 你笑也会打折口 所以你一个喜剧开场 实际上一个是叙事 同时在喜剧上还有一个 就是要调观众的节奏韵律 您这么说呢 我倒是觉得 我每次看现场的话剧啊 一开头都是不能进入的 对 我不知道 我甚至怀疑 我是有点真人恐惧症 还是有点社交恐惧症 就是我也说不清 我是为我不好意思 还是替那个演员担心 就是总觉得 他跟影视剧不一样 他是个真人 你就怕他不成功 怕他有点 好像那 所以我一开始都是那个僵的 但是好像到后来就到了某一个点上 一下子就打开了 打开了 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 他在带我进钩 都是 其实他也在用他的讲故事的方法 和他殉导你 他也在殉导你 悲剧也要殉导 悲剧也是用各种方法来殉导你 让你产生共情 让你产生悲悲 让你产生惊悚 恐惧 然后又悲悲 您说这个悲 都是殉导 您说这个悲 这人到马彦都谈谈 我真的有一位不太明白 我看他们老讨论这个 为什么现在这小品 就很多叫洗头 悲伪 悲伪 他就是在殉导观众 让观众产生悲悲 但这个 我们作为观众 还是挺反感的 还是很不喜欢 我真的有点闹不清 很不喜欢 这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最后要让你感动的哭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似乎小品演员 和喜剧演员 包括二人传演员 他们老觉得搞笑这事不高级 就是到最后吧 他得背一下 他得让人哭 这事他才高级 他奔着证据去 他觉得他收得了场 下得了台 他最后是 戏上人说相声 最后一个底 哗 大家大咔嚓 大家很乐 他不觉得那么好吗 我不明白 这个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喜剧演员不自信 就是他搞笑 搞得那么成功 前头那么可爱 搞笑 高兴 他最后一定要 要悲伤 一定要 是 我不太明白 我看见有些观众 就批评 就是为什么最后 非要弄一个让人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他觉得证据高级 不是 他是 他是这个 有一阵的流行 就是偶尔有一个作品 是这样洗头 卑微 然后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好评 大家开始追风 但他形成一种潮流 是肯定是不好的 有一阵的 它只能持 一个喜剧的故事情节 它只能持续 十分钟不到 前五分钟 它能持续 但是再往前延伸 它需要一个故事情节 和喜剧的技术 不断地翻升 它才能够 达到持续 后十分钟的 场子效果 喜剧效果 它达不到 这是一个技术环节 我们往往达不到的时候 他就要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为什么你本来 比如你是逗人乐的 我可以接受 就是说 你哪怕是个 到最后是个最烂的笑话 但是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就转到 要感动的人们流泪 因为一个悲呢 因为第一 让人流泪 显得自己高级一些 显得作品高级一些 他自己能获得一个存在感 更主要的是 他技术达不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他技术达不到 达不到以后 他就用别的方法来遮盖 我认为是什么问题呢 是喜剧跟悲剧 它评判标准不一样 你喜剧 就有点像 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那翻跟头出来 一个跟头 最后光一个高空翻 这是翻跟头 对不对 但是你这高空跟头 翻不上去的时候 那你不如摔一马趴 那摔一马趴 它都变成另外一个 评判标准了 他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获得双重评判标准 所以他就获得简单成功 现在很多 比如包括喜剧电影 那就是说 还是您创造的这个小品 对吧 一个就是段子大会串 小品大会串 如果你的电子 从头到尾让我乐 对啊 那这为什么就低级呢 没有说低级啊 是说它技术含量并不高 因为它是一个大会串 它不会是一个很结实的 一个故事结构体 就从故事本身 它也是一个松散的东西 所以它能够就串各种各样的 可能挖掘出来的笑点 社会上的热点 就是在那现抓一些包袱吧 永远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技术含量不足 但是它结果如果真能逗乐了 没关系 也好 都算成功 都算成功啊 作为喜剧上来说 让观众笑了 那就算成功了 它成功的穿了一串糖葫芦 你明白吧 但是它是糖葫芦 马爷您觉得 这有高级低级之分吗 喜剧或者幽默 我认为我不笑就不够高级 说着玩 就是最好的笑 是非常幽默的这种感受 这个高级和低级的区分呢 那首先是有些东西 现在也不提倡也不允许 比如你拿残疾人开玩笑 这肯定是不行 过去最多的是用那种 不算残疾人的行为 但是有一些 比如结巴磕子什么的 这些就生理上的一些缺陷 开玩笑 那过去说像 还有那个 说那个就是一个瘸子 跟一个瞎一只眼的人 谈恋爱 那个睁眼在外的 瞎眼在里头 瘸子骑着一个马 它都是用这种东西去逗乐 这肯定是低俗的 这个现在 不管是小品还是相声 它都慢慢把这一部分 全部都摒弃了 去除了 那么那生活中还有就是 有些东西可能我们的经历和年龄看着比较低级 但是年轻人不觉得 年轻人他需要的是一个生活中简单的快乐 他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他希望减压 我们今天你看年轻人天天说他们压力大 我们说你跟我们那时候的压力比得了吗 然后但是人家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他说你那压力都是物质压力 我们都是精神压力 厉害厉害 我们当然是物质压力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是不是叫物质压力 对吧 你去干活去到农村 插队你去干的重体力活 我说过我们年轻时候干的那不是人干的活 是牲口干的活 那你干那个压力 但是你精神上没那么大压力 今天的精神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攀比 他不应该有 但是攀比告诉他有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不如人家 人家什么 一天挣多少钱 是吧 什么那个社会新闻爆炒的时候 谁一天上来 什么多少万 是吧 这些压力会给很多人产生一个 就是不该有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中 他肯定谋求一种简单的快乐 所以我那天看见一个 还有一个大学教授 就研究这个笑点的变迁啊 说最早像您那个时候 春晚上 那个还有讽刺性 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你包括那个马基老师 那个宇宙牌详言 是吧 等等 他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但是到后来慢慢变成 你比如说到当代呢 开始自嘲自己 自嘲自己呢 实际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 怎么说呢 自贬 消解 贬低贬低 或者获得一种 伤害 对对 很多脱口秀就是从这开始 就从伤害 就是从自我贬低开始 也是消解他的生存焦虑啊 他的精神压力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从这里发现消解 自贬有两种 一种是他诚心的啊 你比如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 背景什么很好 然后他上来自贬 那很多人就很高兴 还有一种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那是一个仇 然后他出来这个就是展现自己那份仇 因为 我觉得你不是刚才说小视频吗 小视频有一特大的好处 只要你有本事 这东西一定让你窜出来 对吧 对 过去这人可能在山沟子干什么 这辈子就把这人才给埋没了 那么这埋没这个是两类 一类是艺术表达 不管是唱歌跳舞干什么的 还有一类呢 是手艺的表达 我有时候特别爱看 有些人手艺 比如破那竹子 把那竹子撬得个头发丝似的 我也看了 变那楼子 对 那也是一个本事 所以今天小视频的这个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前面这几年 未来再有几年 是个小视频时代 这个小视频时代最大的好处 就是利用人手一部的手机 让全中国人民的 有能力的人都往前窜 过去真不成 其实是把生活里那些 有意思的东西 让大家全看见了 就我们拍纪录片就是这样 实际就是看嘛 就是看 我们只能拍很局限的东西 但是那一到民间 全有手机了 什么都有 他所有的有意思的细节 他就全能看见 你觉得这里有什么规律吗 有规律啊 有什么规律的 刚才马爷说的那个 为什么那人披竹子 就看着这么高兴 因为他是高手啊 那个高手 其实你对他是仰视的 他跟这个笑视俯视 正好相反 就是那种仰视 会让你觉得特爽 就是喜欢看 你看有些那个 吃面条的 哗 吃一桌席的 吃播嘛 吃播 也是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 自虐 首先是自虐 然后给别人带来优怨 也是那是低姿态 然后优越 对 不是因为现在有些 反正文化学者 往往就会说 说互联网啊 就带来这种 这个叫低智化 就觉得智力太低 就什么都乐呀 甚至就说 现在人们表达 你比如发背信啊 你要写一个哈哈 对方会觉得 你没那么 是个应酬 这不是真的被逗乐了 你要真表示 你被逗乐了 一般都得写一串 写十几个 那才表示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强度啊 或者说这个笑点啊 这个麻木性啊 是不是在增强 还是在降低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这个笑点呢 就是每个人的点 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陈老师这戏台 这戏台就是 我其实跟马爷有点像 就是看这片子 我就觉得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啊 有这种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这种心态 我不怎么特别老笑 就是 对我也不太容易笑 不太容易笑 笑点高 不太容易笑 我是替他担心 我怕他不能让我笑 对 就是有这种心态 一定有这种 讨厌的观众 那我去看的时候 我再有一个点 就笑的不行了 就是 其实那个笑点 就是个讽刺 一个讽刺的点 一个大讽刺的点 所以刚才马爷说讽刺 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他讽刺特别准的时候 我的笑点是最强的 就是说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 他是一写外行 就是这个点 我笑的不行了 就让一卖包子的 去唱出 有点关公战琴琼 其实呢 这里是有杯的成分的 对 这个 他并不是一个搞笑的点 他为什么在下面的 我这种观众 就笑的都不行了 因为我天天就跟这外行 就是交劲 又共鸣了 就是交劲 然后我巴不得 我这生活里有一七叔 七叔他可是一外行啊 他不能拍片子呀 咱这项目就得他 所以我一到那个点 我就笑的都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所以也是帮你卸了私愤 就是 就是他 他是一讽刺 但是实际上在台上 我们看到是演员很痛苦的一面 对 但是他 角色很痛苦 他让我笑 所以呢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 就是讽刺的这种点 就是比如说 您一定也对外行特别有感受 您才会讽刺这事 没有 没有 设计时候 写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的 因为他痛苦 因为这个角色痛苦的不行不行的 这个角色被外行折磨的非常痛苦 首先一个 这个人物 我们就要考虑 他首先是有残缺在里头 那人脑袋一根筋 一根筋 特轴 特轴 他特轴的一人碰成这事 他拐步拐弯的 他痛苦 就 观众就乐 您发现没有 咱们聊的是社会人生 他聊的就是技术原理 就是技术 就是我 这你知道 这我让想起挺有意思 我发现这个画家之间互相夸呀 我那天听见了一回 我觉得他太会夸了 就一个画家到另一个画家 画师一看 就说 我们画的那都是题材 您画的是原理呀 但我觉得这画里边很有深意 有深意 就像你一边说话写作的 有的你关心的是题材 你这么半天是骂我的 不是 是敬佩您 就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挺喜欢陈老师这一路 就是我觉得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就咱们就琢磨的 往往你看一个专业 一个木匠 你坐桌子坐椅子 是客户的要求 对 我琢磨的 对 就这个 你比如说 您说这系里 我就看到一个 明显就是排练排练出来的 我喜欢看到天地万物啊 有奥秘 有规律 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一个一个挺放荡那女的 你比如说啊 她在舞台上 就是说走了啊 走了啊 走了啊 这本一定是这么写的 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是他们排出来的 就是觉得这样乐 对吧 走了啊 走了啊 然后走到台口的时候 啊 再来一下 你为什么再来这一下 再来这一下 它就乐 了 好